志琳姐姐真的是很漂亮 来看到9月1号各级的学校 都要开始陆续的开学了 但是防疫工作可千万不能轻忽 美国加州有一所小学 他在5月底爆发了 Delta病种病毒株的群聚感染 总共有27个人确诊 CDC的日前报告出炉了 结果感染员是一个 没有打疫苗的老师 他曾经在课堂上 上课时拿下了口罩大声的朗读 一个人把病毒传给了26人 到学校上课却没有想到 超级毒王就在眼前 美国加州马里郡一所小学 5月底爆发了Delta变种病毒株 群聚感染总共有27个人确诊 疾病管制剂预防中心 公布了调查报告 发现感染源头是一名 没有打疫苗的老师 而且曾经在上课时 拿下口罩大声念课文 同校另外有10名 不同年级的学生也确诊 还有4名学生的家长也被传染 CDC的报告指出 真名老师班上的确诊学生 大多数是坐在前排 最靠近教师桌子的第一 二排学生感染率高达了80% 最后三排感染率是21% 根据了解真名教师 5月19号开始出现了 鼻塞疲倦等症状 当时以为只是过敏 之后陆续开始咳嗽 头痛有一点发烧 不过真名老师还是继续 到学校去上课 直到5月21号才去筛检 23号回报学校检验结果是阳线 开始自主隔离一周 尽管教室的座位 也遵守防疫的社交距离 也开窗保持空气流通 教室也设有高效率的空气滤清器 但是遇上在室内不戴口罩 还大声说话 显然也是无法阻挡病毒的传播 CDC预测开学后小学 若不要求戴口罩或是定期的筛检 三个月内将会有75%的学童 感染新冠肺炎 记者有加显报道 喀布尔机场恐攻事件之后 美国扬言要报复 而美国国防部证实出动了无人机 击毙了两名相当活药的ISIS成员 总统拜登同时也警告 接下来24到36小时 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恐怖攻击 因为在911的事件前两个礼拜 现在情况是算是危急的 美国在阿富汗的撤退行动 可以说是进入到了最危险的阶段 美国扬言会报复ISIS-K之后 马上采取行动 出动无人机 击毙了两名非常活跃的 伊斯兰国成员 不过五角大厦不愿意披露 被击毙者的名字 目前也不清楚 这两名ISIS分子是否直接 涉及科布尔机场的恐攻 而距离撤退的期限 31号已经越来越近 美国总统拜登警告 当地局势仍然极度危险 未来二十四到三十六小时 极可能再度发生恐怖攻击 国安单位也指出 接下来美军撤退将经历 最为惊险的时期 事实上CNN的记者 在恐怖攻击两个礼拜前 就专访了一个匿名的 ISIS指挥官 他表示他可以指挥的成员 就有六百人 目前在塔利班的队伍中低调活动 但是一直在等待机会发动攻击 没有想到一语沉沉 而在各国撤退进入尾声时 首都科布尔二十七号传出巨大的爆炸声 响遍整个城市 后来证实是美军 爆破科布尔机场外 最后一座中央情报局的基地 老鹰基地 确保其中的设备以及资料 不会落入塔利班的手中 老鹰基地是一个庞大的情报中心 在过去的二十年是牵制塔利班的主要力量之一 但是现在却必须自我了断 记者综合报道